甘肃临夏州基石山县6.2级地震发生之后 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一人员 文令而动 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 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深入点位 现地勘察灾情 指导任务部队紧急向灾区转运保暖物资 截至20号16时 共出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民兵3100多人 地震发生后 西部战区根据军委联指中心命令 立即建立抢险救灾指挥体系 向阵区派出前进指挥所 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成立后 第一时间召开灾情研究会 集中研判灾情 安排部署救援任务 协调解决矛盾问题 并就搜救试炼人员 科学合理用兵等进行部署 地震发生以来 我们解放军武警 民兵 大概投入了3100余人 区分甘肃和青海两个方向 组织救灾 其中 甘肃方向受在较住 我们投入了主要比例 大概是2600余人 部署在了流济和大河加州 主要担负人员搜救 物资钓友及安置点的帐篷搭设的任务 青海方向受在相对较轻 我们部署了以民兵和武警为主 大概是500余左右 部署在了中川和关切证 主要担负的这是热食供应 道路巧通和人员转移的任务 当前结合工作阶段转换 我们持续与地方对接救援需求 科学调配兵力使用 持续做好灾区热食供应和医疗循诊等工作 19号凌晨起 武警甘肃总队兵分多路深入基石山多个村庄 同步展开了道路疏通 清理围房 物资转运 搭建安置点等工作 截至20号18时 武警甘肃总队共搭建帐篷400余顶 搭建临时的医疗点 循诊救治200余名群众 清理冰雪路段大约是1.5公里 转运物资6000余舰套 安装火炉100余套 拆除一房80余户 并且为受灾群众送去的方便面和矿泉水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武警甘肃总队官兵持续进行援助物资的转运工作 本台的前方记者刘荣荣此刻和官兵们在一起 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他 荣荣现在物资的转运情况进展如何 都包括了哪些物资 另外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一些情况 好的 罗旭 我现在是在基石渗线刘吉乡乡政府的门口 那这里也是刘吉乡所有的物资转运中心 武警 甘肃总队 甘南支队的战士们是负责这里的物资转运 昨天晚上又是通宵达旦 那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昨天晚上这里发生的情况 昨天这里发生了4.1级的地震 首先告诉大家镇区是一切平安的 那我们自己感受到的 其实昨天晚上一共是发生了四次余震 从凌晨的 从昨天晚上11点钟 一直到凌晨的4点钟 震感比较强烈的是凌晨4点钟 凌晨4点钟的4.1级地震 晃动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当时呢 我们的武警战士正在现场装卸物资 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只是停顿了一下 那么晃动结束之后大家又继续开始装卸 那么也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是明显的增多了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镜头稍微转向一下 我们这个大街上现在能看到的都是这个停放的这个物资车辆 昨天晚上是排在这里排到了凌晨的两三点 灯火通明 从截止到今天呢 从光是这里接收到的物资就是1000多吨 在这个进出口的位置我们也刚刚也看到了有武警战士是在这里负责整个车辆的调度 因为这个进来之后空间不是很大 是进来一批车再出去一批车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现场都是基本上是昨天晚上卸下来的物资 早上已经运走了一部分 有水方便面棉被被褥 折叠床 还有在车的另外一层呢 还有这个很多煤炭火炉等等 都是现在急需的物资那么为了快速的转运 我们的武警战士也是连轴转不停歇 现在我们看到战士们是正在把这个水和一些棉被要搬运到这个物资车上 要转运到具体的一些村落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物资呢基本上也都是重物 都是要进行人工装卸的 那么物资呢到了以后他们是快速的要卸到指定的位置 然后再搬运到转运车上运到指定的地点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辆军用的运输车哈 他们大概是20名战士左右 大概是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能够完成这样一项工作 那么从卸到装 截止目前平均每名官兵徒手装卸物资呢在7吨以上 尤其是到了晚上一干就是一夜 再加上寒冷 所以很多战士的手都是动肿的状态 那么后续物资也会越来越多 目前所有的物资都是随到随发 保证第一时间送到村民的手中 好的罗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荣荣 我们也看到了现场的这些官兵呢 正在紧急的转运各种物资啊 荣荣在现场呢也注意安全 另外呢 现在正值学期末 我们看到在地震灾区呢 多所学校受到了较大影响而停课 基石山县的刘吉江小学啊 是灾后一处临时安置点 第76集团军牟旅的官兵呢 现在临时驻扎在这里 在抢遣救援的同时 他们还为同学们的基本生活和学习提供帮助 此刻呢 本台记者庄晓盈 正在这所学校采访 我们现在呢就来连线小盈 小盈你好 你在刘吉江小学有哪些现场的观察和感受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罗旭 我现在呢是在基石山县刘吉山小学 这里也是这一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一个学校之一 地震发生以来呢全面停课 但截止到昨天下午呢 全校260多名学生呢 已经被全部安置妥当入住了附近的安置点当中 那么这所学校呢 现在也是一个安置点之一 在这里呢 陆军第76集团军牟旅在这里搭建了15顶帐篷 同时这里呢也是这支部队的一个驻扎点 那么这些帐篷呢 是他们在地震发生8小时后连夜搭建的 内部的这个取暖设施呢 也在这两天已经逐步的完善了 在这里啊 我发现了一顶非常特别的帐篷 接下来呢我们就到里面去看一看 好的走进这一顶帐篷呢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书桌 在帐篷的前方呢 还有书架和书籍 那么这些呢 是这支部队的战士们 从这所学校的教室当中搬运出来的 在这里呢成立了一个临时课堂 那么走进来啊 其实感觉到这里面非常的温暖啊 这里有火炉上面还有正在烧制的开水 那么呃其实呢呃 据我了解目前在当地呢 原本啊在地震发生前 当地的中小学生应该是在一周后迎来 他们的期末考试 但是由于突发的情况 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节奏被打断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呃帐篷当中呢 呃这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学生们就能够在这里 进行看书和学习 同时呢考虑到啊灾难发生之后呢 有的学生出现了恐慌不安焦虑这样的心理 所以呢这支部队还专门成立了一支心理疏导小组 那么小组的成员呢是这支部队的心理骨干 其中呢还包括在玉树抗震救灾中被授予的抗震救灾模范 啊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也在这样的场所他们后续计划在这里给他们开展向呃地震支持的科普啊 包括像心理健康的疏导呃 来帮助他们早日度过这个心理难关 大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现在外面呢是有一些欢笑声的 此时此刻啊正值这个午饭后的休息时间 那这支部队的战士们呢带着这个安置点的小学生们呢正在做一些简单的游戏 我们一起走近看一看 可以看到现在战士们和小学生们是围成了一个圈 那么这些小学生呢都是来自刘吉祥小学的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不等 那么呃他们围成一个圈在做一些简单的像猫捉老鼠 还有呃一些这种呃娱乐放松的小游戏 那么通过这样的游戏呢 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去释放心中的压力 也帮助他们保持一个阳光积极的心态 好的罗旭以上呢就是我在呃 吉时山县刘吉祥小学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好谢谢小莹从现场和我们连线介绍当地的一些情况 另外受到地震的影响呢 青海省海东市明河县中川乡金田村和草滩村发生局地杀涌 大量的房屋被淤泥冲毁 武警青海总队救援官兵兵分多路实施抢险救援 抵达中川乡草滩村后 官兵们展开拉网式排查 轻鱼排险搜救伤员分发预寒物资 为应对严寒天气 他们使用野战炊事车烹制热食熬制浆汤 把温暖送到受灾群众的身边 医疗组官兵还在安置点开展医疗寻诊服务 提供医疗救助进行心理疏导 现场呢这个淤泥最高的有五六米 最浅的也有一米多深 主要的困难就是上城已经受冻 现在是下城仍然比较松软 随时都有可能陷下去 所以我们采取是边探路边铺路 而后逐户进行搜索 当前呢我们总共这一片区域 约30余个院落我们已经全部搜索完毕了 继续帮助他们清理被困的物资转移出去 好 另外20号晚 西宁联寝保障中心某基地的综合保障 对近百名的官兵 依令赶赴灾区投入炊事 宫殿 灵域 宿营 等各类后勤保障装备 全力保障镇后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那么目前这些装备展开和保障工作 进行的到底如何 本台记者吴杰在前方 我们现在连线吴杰 吴杰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你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吧 好的 罗旭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这次受灾的 基石山县的大和家中学的校区里面 那么现在呢 这一支综合保障分队呢 已经在这边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保障阵地了 那么这个阵地里面包含了哪些呢 包括这个医疗 住宿 饮食 饮水 以及淋浴这样一些完整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 今天上午开始已经陆续投入使用了 早上8点半的时候 我身后这个吹息保障车 已经制作出了第一批200人份的 这个热食对外进行供应 大家可能会问说 这个吹息保障车跟其他部队的 这个安置点的保障车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应该来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这边更强调的是一个 专业化保障的能力 那么其他安置点的一辆这个保障车 可能既要解决 受灾群众的吃饭问题 又要解决我们救援官兵的热食保障 所以它的供应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而我们这个专业化的保障车呢 它制作的热食绝大部分都可以对外进行供应 而且这个不是一辆保障车 是在总共四个保障点 四辆车同时在进行热食的作业 所以它的这个供应保障能力是更强的 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住宿的问题 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六顶搭好的帐篷 现在里面的这个保冷炉也已经点起来了 里面非常暖和 之前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多安置点的这个帐篷 首先要保障受灾群众的住宿要求 所以呢我们救援官兵有的时候 可能就只能比如说在车里挤一下救火一宿 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帐篷的出现呢 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边拍摄的时候 发现灾区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缺少干净的水源 很多这个受灾群众 它的这个饮用水 或者是生活用水呢 只能靠救援物资当中的这个瓶装水来解决 这个在数量上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现在呢 我身后的这样一个这个净化水的净水车 已经投入使用了 它的这个能力呢 可以达到每天 如果水源保障气候下 每天能够产生80吨的干净的这个生活用水 这个其实对灾区的群众来说 可以解决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而且我们在这边看到 这边正在展开的这个装备 它叫这个淋浴房舱 这个房舱里面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保证 同时有二十几个人在里面洗这个热水澡 当然因为考虑到灾区这个情况可能 不可能洗的特别痛快在里面 但是呢 通过热水能够做一些个人清减工作 比如说洗个脸洗个头 刷个牙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受灾的群众 包括我们的救援人员 包括三天都没有洗脸的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这个保障基地来说 不仅说它的这个保障能力会更强 而且它的这个精细化程度呢 也会更高 那么这边呢官兵也是向我介绍 这是他们第一次投入到这种实战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当中 那么他们在这边呢 首先肯定是要重点保障我们的这个受灾群众 但是呢 他们也可以兼顾到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 包括我们的解放区战士 包括我们这边的地方的救援队 以及消防的官兵 那么他们也是向我表示呢 他们有决心有信心 能够在面对这种复杂的灾期和恶劣环境面前 把他们的这个保障能力发挥好 让我们的灾区群众呢 能够吃上热壶饭 喝上干净水 甚至还能洗上热水澡 好的 罗旭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吴杰给我们介绍前方最新的情况啊 让我们略略的也放心了 20号呢 西宁联寝保障中心的多路医疗队 启程前往甘肃和青海受灾一线 我们来看 20号 西宁联寝保障中心某团 第941医院高原医疗队 携带车辆装备和药品器材 赶赴青海省民河县中川乡执行饮食医疗保障任务 确保受灾群众的生活所需 我们在搭设 开设现场同时呢 我们也下午同步进行了这个相应的巡诊 巡诊了100多人 花放了将近150盒药品 我们官兵 有这种医疗保障需求的 我们一命进行相应的医疗保障 同一天 联亲保障部队第940医院抗震救灾卫星分队 携带医疗救援物资向甘肃省金石山县出发 据了解 这支抗震救灾卫星分队由60人组成 可展开床位30张 手术台2张 昼夜伤员通过量可达100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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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